来 嫂子 咱们现在走还来得及 老七 别那么慌张 一会儿日本人来了看到你这样 露了咱们的底就不好了 坐下 我就觉得 咱们这次不应该再跟日本人合作 跟日本人合作 那肯定是没有好事 记得当年在东北的时候 那关东军 逼着咱们绑架 向兵礼全家 到最后怎么样 六哥死了 柳子也是他们给灭了 这些年咱俩过的什么日子 这好不容易缓了一口气 现在又跟日本人折腾上了 今时不同往日了 现在大半个中国都是日本人的天下 我们 要么跟着日本人干 要么跟日本人对着干 路已经不多了 总得给弟兄们留条活路吧 我也没说非要跟着日本人干 我们只是过来聊聊 看看日本人的意思 他们要是真让咱们当汉奸 不扒下他们三层皮 我是不会松口的 不是 我就想我的意思就是说 开下 四兄 快 再走开下 看来现在想走都走不了了 支队长 监师的同志回来说 两个日本当官的 带一队人进了宪兵队 太好了 终于找到这个机会了 这次绝不能让他们再跑掉 同志们 准备战斗 是 来来来来 我的 大 押这个 大 看 看 大 有 又说了 来来来 李律长 这群人怎么都走了 你管他们干吗 他们爱干吗干吗去 咱看咱的粮食 只要这帮人 不抢咱们粮食就行 来来来 来来来 快快 要我的 来 我的 我说咱们就这么干坐着 你们不是说要见我的吗 现在我来了 其实很简单 我想让你们加入我们皇军 条件吗 你们提出来吧 不是 我 是 一雄太军 谢谢你们皇军瞧得起我们 我们呢 跟宋队长也算是朋友了 我们今天能面对面地 坐在这儿来谈 这无非就是看在皇军 还有宋队长的面子上 我们呢 也从来没有想过 要加入你们日本人 说句实话吧 我和我手下的弟兄们 逍遥自在惯了 暂时 还不想说谁的管束 张大姐 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咱们之前谈的 你可说 说什么都可以的 别有啥顾了呀 这山口太军都在这儿呢 有啥条件哪 提呀 宋队长 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让你在皇军面前传错了话 我之前的意思是 如果皇军 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 我们帮帮忙就是了 这并不代表 我们就一定要加入你们日本人吧 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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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玩着呢 现在还能压吗 可以呀 压大还是压小 要压快点 要不 压大 压压压压压压 不过 没钱 没钱你吐啥热闹 走走走 钱我是没有 但我有这个 今天 你们要是赢了 这把枪归你们 你们爱怎么用怎么用 但要是我赢了 这儿所有的粮食都归我 别动 别动 打呀 告诉你们 我最痛恨你们这帮 只会欺压百姓 胎鬼子马屁的二狗子 我去 走 别不识太子 你们就是一帮土匪乌合之争 我们能用你们 是你们的福气 别在这儿给我 摆什么车站子 好啊 既然日本人 看不起我们的话 那就算了 走 相宾礼 谁 相宾礼 看来你们是认识的了 相宾礼听说是你们的仇人 我们共同的敌人 害死你丈夫的 应该就是他了吧 你 你 你怎么知道 我们是认识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不过他现在是大家共同的敌人 想知道他在哪儿吗 他在哪儿 这位小姐 怎么称呼啊 顾英 顾英小姐 如果你知道相宾礼在哪儿 麻烦你告诉我们 我们必有重心 我们必有重心 那就请二位先坐下来聊吧 我们好好聊聊 其实这个人就在我们附近 在附近 在哪儿 赶紧说 别默默奇奇的 相宾礼现在是新四军独立团 将抗二支队的支队长 手下有几百人和枪 如果你们想去报仇的话 就尽管去吧 你们的战斗力虽然强悍 但恐怕不是新四军的对手吧 何况要是你们打了新四军 就等于与整个苏中为敌了 到时候整个苏中地区 怕是待不下去了 更何况 现在能打击新四军的 也只剩下我们皇军 就在前几天 山口太军亲自带队 讨伐相宾礼的队伍 相宾礼的队伍 也损失惨重 相宾礼本人也仓皇而逃 想必这件事情 你们应该听说了吧 前几天我听说 这日本人跟新四军打了一仗 日本人把新四军打得挺惨 但是没想到 相宾礼也在队伍里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加入我们皇军 和我们皇军一起去找 相宾礼报仇 这个条件应该能满足你们了吧 至于其他条件嘛 皇军一样也会做到 快回去 都回家 都回家 快快 老乡 回家 快回家啊 快回家 快回家 一块 什么事啊 快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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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考虑得怎么样 我的时间是宝贵的 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等你们 通信证 通信证 有 有 放 快 支队长那头动手了 赶紧往上抬 快 好 快 嫂子 上个日本人到了 宋世英 你给我过来 太石套先害我 顺狗太军可在这儿呢 顺狗太军可在这儿呢 顺狗 如果我们想向你们动手 会选到经验的时候吗 是啊 放心 送开 送开 送到 走 走 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快 快 快快快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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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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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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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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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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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监听 看看能不能拦截到其他的电门 是 什么 你们那儿没有相宾里的消息 这相宾里还真成了孙猴子 这一个跟头翻哪儿去了 报告 团长 这是刚刚截获的 日军明码电闻 明码电闻 北清镇遭到一支新四军部队的攻击 不可能啊 我们的队伍都没有接到进攻那里的命令 我明白了 是相宾里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看来他是把鬼子打击了 发电报都没用匿码 直接改成名码了 团长 是不是要派人去接应一下 这万一附近的鬼子都赶到了 那 张三毛 立即命令一支队和特务联 马上赶到北清镇去接应相宾里 还有 命令三支队和教导牌 沿大林河一带布防 堵住前去增援的鬼子 是 放心吧 你 有 你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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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伤 宝安队的人呢 没人签电话呀 一群蠢货 废物 不是 他们呢 也许就 也许就在来的路上呢 尚哥小学 肯定来了 英雄 十二日才 五斤 十二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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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斤 十二日才 小便利 咱们可真是冤家路产呀 山口一雄 山口一雄 你跑不了了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山口一雄 我今天来就是找你算总账的 你记着 你欠我战友的命 嫌我兄弟顾凯的命 我今天绝不放过你 海外 有本事上来吧 同志们 给我打 干bb雄 做出他们了 是 他 我姐 既是 这是 你 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 他干什么去啊 是 是我们二支队主动发起的一次攻击 你们这个二支队之前不只是个已级部队吗 怎么这两仗打得有板有眼的 东桥镇的驻军赶去增援了 正好 我们趁这个机会打下东桥镇 我已经派二团的两个支队去打东桥镇了 首长 二支队呢新派过来一个支队长 之前是我们抗连的一个傲兵 打仗非常有能力 这个二支队越来越像主力了 让他好好看 是 首长 现在什么情况 一支队通过鬼子的电话线传回了消息 说前卫的特务联马上就要到了 大林河那边三支队 他们也跟着东桥镇赶来增援的鬼子交伤了火 好 马上命令三支队拖出鬼子 给二支队打下北京镇 多争取点时间 是 报告 团长 还没有向兵里的消息吗 还没有 不过我们纵援的部队已经在路上了 马上就到 丁小 你也不用太着急 向兵里这小子肯定会没事的 你先回去 一有消息我马上派人通知你 哦 混蛋 是 图帅 掩护 走 山口君 山口君 敵人撞了 全球撤退了 快 快 一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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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有事的 咱们坚持坚持 援軍马上就要到了 山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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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山口君 快帮我一下 小爷 各位 我们真的是要战死在这里了吗 战死 山口君 我可还没活够呢 要不 要不咱们投降吧 我听说山口君他们不杀战俘 你要是再多说一句 我下一天就崩了你的头 不说了 一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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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会没事的 你坚持坚持 一兄 对不起 我跟雷亚先走了 你出去投降吧 山兵里不会为难你的 不会的 咱们都不会有事的 嗯 山口一雄 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 无路可逃了 我觉得你还是乖乖地给我走出来 小兵里 你是想让我投降吗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滚出来 自从朝口六年 这么多年一来 你见过几个投降的日本士兵 还快是个大族 好 作为老朋友 那我就最后送你一程 同志们 小榴弹准备 是 这帮日本鬼子给我炸成灰 是 预备 看着楼上 外面有人反之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人 啊 上官大军 也许是我的人吧 管他呢 反正都是救星 是我们的人 你们的人 你们在镇上怎么有那么多人 来你们日本人的地盘谈事 怎么可能不有所准备 万一有人使坏呢 我们这百十来个兄弟 一直躲在镇子上 就要防着万一有人使坏 好有人接应 没想到这部戏还真走对了 救了我们所有人 谁也太救了 我们现在还是一群乌合之肉吗 老相 怎么回事 咱们得撤了 门口来了一伙人 好像是土匪 跟他们是一起的 土匪 对 不能撤啊 马上抓住英雄了 几个土匪有什么好怕的 不撤来不及了 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 贵子援军正在路上 再不早真的很难脱身了 太好了 赶紧让你们的人抓住相兵里 你也不希望看到他跑是吧 只要抓住他 我们会重重有伤 不过我要抓活的 你放心 不用多说 我也绝对不会让他相兵里 再活着离开 老东 把那面墙给我炸开 好 动手 老金 吹哨子 好嘞 相兵里 你要走了 就这么走了 我现在就在屋里呢 你怎么不进来叙叙救啊 你放心吧 你这条小命早晚是我们的 相兵里你就这么走了 有本事你给我进来 姑奶奶我有证要跟你算 什么人啊 能报一下号吗 当年白山岭的黑老六 你还记得吗 就是被你们害死那个 黑老六 白山岭 你们真是阴魂不散呢 看来你们跟鬼子是臭味相投吧 好吧 今天咱们就新账旧账一起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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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相兵里要跑 咱哪追啊 老金 吹哨子 让兄弟们追 好嘞 回家 你回家 要快点 看来 是 快 快 小爷 赶紧送英雄去医院 快点 走 慢点 慢点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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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兵礼 团长 坐吧 两位大功臣给我打了个大声仗回来 没有理由让你们站着呀 啥大声仗啊 到底还是让义兄跑了 不就是整回两车梁是吗 没啥意思 口气不小啊 团长 我作为政委 这次行动我也参加了 你要处罚 就处罚我吧 我不处罚你 但是我得批评你 我当初给你派过去当政委 是为了什么 我说得让你管住他 你们两个怎么一起骗我呢 没有 没骗你 行了 以后注意啊 其实我没说你们这次仗打得不对 上级有指示 根据现实敌情 以支队为单位 主动出击打击敌人 对 但是你们不能什么事都瞒着我 出去打仗 我能不让你们去吗 你跟我就说吗 团长是了解我的 知道我在医院养伤 我哪是待得住的人呢 对不对 那你也不能偷偷溜出去 你还偷了医院那么多的军服 团长 这话可太难听了 我那哪是偷啊 那是戒 对 而且已经还了 行行行 就你满嘴都是大刀的 下回注意啊 对 以后再有这种事情 提前跟我汇报 只要是打合理的仗 我能拦着你们吗 就是 放心吧 其实这次啊 对你们这次行动 上级是非常满意的 不光是你们打了北清镇 就因为你们这么一闹 调动了东桥镇的鬼子 上级趁机打下了东桥镇 这是给你们的加奖令 你 加奖令只是口头表扬啊 口头加奖怎么了 你还想要什么 你这资本家的习气又来了是吧 你想跟我做买卖啊 您先别给我扣帽子行吗 这不出发之前我就跟同志们说了 我回来以后奖励大伙一百两百盒罐头 两百盒罐头 我全团就四百盒 我都给你啊 谢谢团长 你 谢谢团长了 不是 我 谢谢团长 谢谢团长 您说话一定得算中啊 山口一雄 你记着 你欠我战友的命 欠我兄弟顾凯的命 走 怎么样了 刚醒了 喝了点药 又睡过去了 医生说他多久能回复 子弹取出来了 但是有些感染 应该等烧退了就可以醒了 那这是日子 你就好好照顾山口军吧 剩下所有事情 我来安排 小野君 怎么了 有事吗 你们之前去讨伐相兵里的时候 真的没有看到我弟弟顾凯吗 没有啊 你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前几天 我好像听到相兵里 喊我弟弟的名字 不可能 没有 我没有听见 如果你弟弟真的在队伍里的话 我们不可能不知道 别胡思乱想啊 没事的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 好好把山口军照顾好了 团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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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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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别动别动 好好躺着 好好躺着 叫什么名字 工兵连三排副排长 十大军 伤得严重吗 撤退的时候 鬼子的子弹擦破了胳膊 没事 团长 杨杨 我照样能上战场 好样的 团长 听说咱们团要反攻了 没错 这次委员长制定了一个大的反攻计划 一定要给鬼子重重的一击 太好了 咱们总这么退 越退地方越少 这仗打的还有啥劲呢 这也是以退为进嘛 大家都好好养伤 等伤养好了 再跟着我杜陵云 回战场打鬼子 是 朋友 团长 团长 赏封集电 走 团长 什么情况 团长 早上市参谋部刚给的消息 说日军还在五十里外 切儿集团的阵地以来出现 谁知道这么快就到咱们这儿了 什么 好 早上还在五十里外 现在就在这儿了 坏了 这是鬼子在声东击西 鬼子的主攻目标是咱们这儿 好 糟了 又这大苹果 来来来 铁瓜 快 这是给你的吗 放过去 不是给我呢给谁的呀 你说给谁吃的 给支队长吃的 给我 给我们支队长的 给我说说呗 你跟咱支队长 你跟咱支队长 到底啥关系啊 什么啥关系 金柔不得跟你说了吗 就是战友关系 我们两家是世交 还 还骗我呢 我看没那么简单吧 除了你一晚 别的女的 谁往咱那儿跑过 你俩是不是定啥娃娃亲了 没有 我们两家的爹 也就是拜过靶子 这个事情呢 我是可以证明的 他们俩绝对没有定过娃娃亲 但是 他俩订过婚 你说什么呢金柔 你 瞎说什么呢 我这怎么能是瞎说呢 你们在上海的时候 是不是假订婚了 对不对 那是不是假订婚 那也是话呢 那是在做任务 那也是订婚了 你再瞎说 小心你支队长来了 我告你的状 那那那你皮股给我一个 吵什么呢 支队长来了 支队长 好 凌霄 你怎么来了 高铁光 你不是有打把任务吗 打啥把啊 打把嘛 走走走 打把叫我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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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 抄抄什么呀 没事 给你带了点水果 自己留着吃呗 没事 前两天我还让金融 给你送些东西呢 可能这几天给忙忘了 坐 你不用让他给我送了 那些东西 都是你们拼死拼活 打下来的 你们先留着吃吧 也分给那些战友们吃 我今天来 主要就是看看你 然后跟你说一声 我可能后天就要走了 要走 去哪儿啊 走多久 团里呢 要组织一个慰问队 排一个从延安那边 传过来的话剧 然后到根据地 周边的一些村里 宣传抗日 组织上听说我会唱歌 以前也排过话剧 所以就给我 借调到宣传队了 听谁说的 没人听说你 排过二人传哪 好事 哎呀 组织上既然安排了 就把任务完成好 注意安全啊 我们晚上有排练 你要不要来看 今天晚上 队里头最近事特别忙 晚上我看看吧 不肯保证 行 你要没时间就算了 那我先走了 我 灵霄 好 走啊 我去走 她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兄弟们 今天就算死在这儿 也不能后退一步 给我打 是 坚持一下 马上就好 赶紧收拾东西 准备射退 静雯 静雯 静雯撤退了 快了 我就快找到了 不行 必须马上停止手术 雪岚 我就要十分钟 十分钟我就能救她的命 现在要是停了 她就死了 可撤退的命令已经下来了 现在我们所有的部队 都已经撤退了 你觉得鬼子一来 就凭我们一个警卫牌 能挡住鬼子吗 如果鬼子一来 别说是她 我们都得死 我是一个医生 我必须要做完 其他的 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 你们先走吧 可 可你一个人能行吗 这个时候 不能行 也要硬着头皮来 你们先撤吧 同志 挺住 还是我留下来吧 这个时候大家都走了 你一个人 肯定完成不了手术 来 谢谢 我只给你五分钟啊 时间一到 就是绑我也把你绑走 来 来 帮我一下 团长 通了 喂 喂 师父 我是杜灵云 我方遭到敌人炮轰猛烈攻击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喂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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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师父通信员送来最新命令 道路拟拟大炮无法就位 让咱们再坚持二十四小时 再坚持二十四小时 我们的人都快折了一半了 这是要等我们都战死了 才来支援吗 好 这就是江湾园长精心策划的秋季大反攻计划 反攻还没开始 就让鬼子先攻克了南宁 现在各路部队各自为战 互不支援 同心哪 同心哪 团长 之前长沙会战之所以能够胜利 那是因为相恶干一役 客服南昌确实对我们重新掌握干北地区大有好处 但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啊 参谋长 依我看 我们现在与其在这坐以待毙 倒不如我们现在暂时撤退 等着我们炮火支援一到位 咱们一鼓作气 再把这夺回来 可 实不得命令怎么办 对 如果我们贸然撤退 就是违抗军令 会军阀处置 团长 将在外军里有所不受 如果我们一味地在这死守命令的话 在这做无谓牺牲的话 其实对整个战军没有什么益处 而且 我们现在暂时撤退了 其实是为了保存将来和鬼子决一死战的实力 咱们不是逃跑 是战略转移 报告 报告 阿姨又以防向被敌人突破 敌人已经占领我军又以阵地 马上就要形成包围之势 团长 下命令了 再不下令就来不及了 下命令了 乱世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 那时你与雪分船留下光芒 没有你给我的力量 我的能捍卫着地方 愿身为你彼岸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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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绝境中别一盏远方 我看见 我看见 可变化依然绽放 我看见 我看见 你的我看见 你彼岸的灯塔 愿身为你彼岸的灯塔 你彼岸的灯塔 那是你与雪紛争 留下光芒 没有你给我的力量 我怎能捍卫这地方 愿身为你平安的灯堂 站在绝境中遍你转远方 现有种想着几尘杀 我看见和平花依然绽放